昨晚有一名看起来精神恍惚的老翁 来到轮天派出所敲门求援 而经过警方细查发现老翁患有轻度失智 立即联系家人后轻送老翁返家 歇风细雨的夜晚轮天派出所指数所填门 传来一阵阵敲门求援声 远警寻神而至 发现这名老翁 他坐在门前 神情疲惫精神恍惚 远警即刻救援处置 为了避免老翁发生意外 远警除了是安抚老翁的情绪 也贴心暗柔他的头部及手腕 原本头晕目眩的老翁有些舒缓 而且也恢复了一些精神 远警查问后得知老翁患有轻微失智 于是开车护送他返家 前级的家人对于警方的及时帮助和细心关怀 深表感谢 该名男子已是迷路而体力不支 导致头硬目眩 远警协助该名暗流太阳线 及手腕舒适不适的症状 并协助送满家中与家人照顾 虽本分级辖内派出所多数于直述所 深夜时刻会关下铁门 然所内仍有严谨值班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以保障民众身体财产安全 在现今超高龄的社会 长者外出发生意外事件实有所闻 警方也进一步呼吁民众 如家中有罹患失智症或慢性疾病的长者 尽量避免独自外出 外出时也可以佩戴防走势手链 若走势或迷途 警方也能及时联系 记者11月蓝 作息采访报导